大家好 今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也是下一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哈里斯同志 跑去南部边境 搞了一次表演式的走访 完事之后 他就开始火力全开针对特朗普 他说在特朗普在任的四年期间 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修复 我们破碎的移民系统 他没有解决移民法官的短缺问题 随着吸毒过量的增加 他努力消减对抗芬太尼的资金 这个每一句话都是反着的 他每一句话他都是反着的 咱们先说芬太尼 芬太尼在特朗普任期之前 没有任何人提到过芬太尼 没有任何政客在公开场合提到过 是特朗普在跟中国打贸易战的时候 专门提到过 由中国输送到美国的芬太尼 怎么对美国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已经超过了传统毒品的对美国人的危害 已经有多少人死于芬太尼 这个是特朗普提出来的 而且特朗普把这个作为贸易谈判当中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谈判条件 结果到了哈里斯这里 他说特朗普努力消减他们对抗芬太尼的资金 这个完全是反着来的 他这都不是到哪里吧 他这反着来 然后他说什么没有解决移民法官短缺的问题 我不知道移民法官短缺的问题 移民法官这干嘛用的 移民法官是审核移民的 特朗普任期之内是消减了 每年消减5万个难民接收额度的 而且特朗普是比较反感非法移民的 然后他说特朗普没有解决移民法官短缺的问题 这是个问题吗 这不是问题啊 然后他说特朗普没有做任何事情来修复他们破碎的移民系统 然后就但是但是哈里斯从来不说 他不说他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哈里斯在任4年期间 那个拜登指名道姓要哈里斯负责边境问题 然后哈里斯干了什么 哈里斯干了什么 这个拜登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边境墙自己立即取消 不不再拨款给边境修墙 然后那个不再那个就是否定了特朗普任期之内很多那个关于移民和非法移民问题的一些政策 全部否定全盘否定 暂停驱逐非法外国人 就是那非法移民他们不驱逐了 特朗普任期是果断驱逐那些非法移民的 但是民主党当时是反对人家 为什么反对 他说哎呀你们把这些移民给驱逐了 造成人家那个那个那个 父母和孩子的分离 父母还是为什么分离 人家每人家开出的条件是很 呃很很是很过敏之大的 人家就说你你孩子可以留下 但是你必须走 你可以把孩子一起带走 是富是那些非法移民的父母选择让自己还是留在美国 人家自己选择啊我走 你不要为了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你们照顾好我的孩子 人家是这个样子 人家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自己原来的国家 是这样一种一种一个情况 然后民主党就倒打一把说 共和党导致人家父母和儿童分离 结果他就以这个结果把非法移民留下来 他为什么留下非法移民 后面咱们也知道 他就是要非法移民 要要要给他们投票权 然后非法移民 你民主党给他投票权 他肯定投民主党 然后他就是 利用这个条件 往固定的地方 注入那些那些非法移民 然后让这个地区 这个市 这个州 永远都是投他们民主党的 这是民主党的算盘 拜登政府一上来 就终止了很多关于特朗普的边境政策 然后现在边境一塌糊涂 民主党就让 就让好意思跳出来说 哎呀这个问题都是特朗普在任四年期间所造成的 简直这个 这个简直就是脸都不要了 我真的就简直脸都不要了 然后今天拜登说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拜登在ABC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哈里斯应该对失败的政策负责 我觉得拜登最想说的就是哈里斯应该对边境政策负责 因为从2021年开始哈里斯是被指定去主要负责边境问题的 结果他搞得一塌糊涂 他让纽约那些地方派车 他派直升机去把这些难民接到纽约 从直接从边境接到纽约 这是哈里斯政府干的事情 结果那个纽约有个那个新上任的那个市长 他就比较反感这种这种这种移民政策 然后他就公开表示要求拜登政府帮他们解决这些移民造成的治安问题 结果就是那个纽约市长就现任的市长是被起诉 给他扣了很多罪名说什么那个受贿罪 包括就是他出去旅行 然后别人帮他买单 据说额度只有10万美元还是多少 就这么个罪名把那个市长给给得起来了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反对那个民主党的那个移民政策 就是反对他们这样疯狂的接受移民 而不顾后果不顾移民造成 不顾那些非法移民造成的那个治安问题 他就是唱了个反调 就公开唱了个反调 结果他有罪 他有他社会罪 七七八八编了一大堆罪名 其实反正要起诉他 这就是民主党的手段 他就是这样那个司法武器化 谁跟我对着干 谁不服从于我 你就有罪是吧 你起诉你 这个人就面临着官司缠身了 然后还有一个跟移民有关的问题 就是今天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颁布了一个副主任 公布了一项数据 他说他在IEC在那个移民局 移民海关执法局处理的700万份 释放了700万移民当中 有66万3000有犯罪记录 其中13000人是谋杀罪 16000人是性侵犯 1845人面临谋杀 他在这个副主任在海关执法局工作的期间 释放了700万移民当中 有66万3000有犯罪记录 而且有这么 1万多是杀人犯 1万多是性侵犯 1000多人面临职工 66万是个什么概念 我就跟你们讲 66万 英国全国的监狱 总容纳量是8万多 66万就是 是英国监狱总容纳量的6倍 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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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监狱在扩大8倍的装不下这么多犯人 英国全国才8万多犯人在关在监狱 结果美国这一下就放进去60多万 大概是这么个概念 700万人当中有66万是有犯罪记录 就是接近于十分之一了 10个人当中有一个是罪犯 而且还有可能是他妈的重罪犯 不是强奸犯就是杀人犯 这就是为什么犯罪分子比较喜欢民主党 民主党也在全国范围之内 促进拨款 专门拨款 给那些重罪犯 让他们参与投票 然后马斯克还写了一段评价 让犯罪分子压倒性的支持投票 投票支持民主党 因为民主党对犯罪态度 对犯罪态度温和 因此民主党有明显动机 是要使那些能够投票的犯罪分子 数量最大化 民主党人还总是推动允许所有的重罪犯 在联邦选举中投票 因为他们知道这有助于他们获胜 这是一个事实 这不是猜测 这是马斯克的原话 这就是美国的民主党 我就觉得真的是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我真的发现那些公开支持民主党的那些那些那些名人 真的都是他们都生活状态都是什么 出门私人飞机或者说去工厂都是有保镖的 他们不会受到什么物价上涨的影响 他们也不会受到那种治安破坏的影响 因为人家住的是大别墅嘛 你你一般的什么流浪案呢 非法移民呢 你连人家的门都 你连人家的门都靠不进 不要说进去 是吧 所以他们无所谓了 是吧 他们无所谓 那治安差就差嘛 反正人家住了独栋别墅 人家无所谓了 是吧 所以在公开支持民主党的那个那些名人呢 我觉得都是这种人 就是那个什么 美美说全球连一多粉丝的人 那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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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回事 他出门都是私人飞机 是吧 而且那些人很虚伪 那个美美还是这个什么气候 那个那个是大使还是什么东西 他号召别人什么节约碳排放 结果自己开的是他妈的直升飞机 他自己开的是私人飞机 私人喷气式飞机 他飞机启动一次 够一辆小汽车烧他妈 二十多年还是还是多少年 飞一次够人家烧二十多年 就就就这么个东西 他号召别人减少碳排放 他还是什么七号大使 我只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太荒唐了 就是美国的大选真的是很荒唐 而且今天还是出现了一个什么事情 就是说是哪个州还是 就是今天美国的那个司法部在起诉那个阿拉巴马州 说这个州在于2024大选前努力将潜在的非公民和非法外国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 意思就是阿拉巴马州禁止这些非法移民和外国人投票 但是拜登和哈里斯的那个司法部现在在在起诉他们 要求他们要求阿拉巴马州把这些人保留在选民的名册之上 我这次多荒唐的事情啊 说这多荒唐的事情啊 很明显这些非法移民这些就是要投票给民主党啊 人家就是阿拉巴马就根据自己的法律说你们这些人没有投票资格 我就把你从名字把你从名册当中剃除掉 结果呢结果呢是吧 结果这些人 司法部居然开始起诉人家 这就是美国的大选 这就是荒唐到了什么地步 估计就是没办法再像2020年那样 什么选来选 那个票数着数着暂停一下是吧 然后扩拉拜登曲线就上去了 估计没办法那样干 所以他们很希望非法移民和那些没有投票资格的人参与投票 他们很喜欢这样干 这就是民主党是吧 什么是什么是是卖国贼 这次他妈不就是卖国贼吗 哎 然后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一个微那个推特上一个 一个100多万粉丝的大微 他也在说 他说 他说那个 特朗普是个混蛋 说特朗普那个没有 没有在香港沦陷之时后为香港发声 说香港是内政怎么怎么样 然后说特朗普是个混蛋王八蛋 大概是这类的话 然后我就问他 我就问他 我说中美是什么关系 他说是竞争关系 我说那香港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他说当然是中国的 我说既然香港是中国的 中美又是竞争关系 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阻止他的竞争对手 杀掉自己那只会下蛋的会下金蛋的鸡呢 他不是巴不得你弄死吗 你把香港弄死了 那个香港的那个金融系统 香港的金融人才 香港的那个那个港口吞吐 都分到周边其他国家去了吗 这不是你中美是竞争关系 中国要弄死香港这个下金蛋的鸡 人家人家人家竞争对手 美国作为竞争对手的美国 为什么要阻止你 你巴不得你这样干嘛 是吧 就在推特上100多万粉丝的人 就就就这种脑子 我觉得他真的是 我想不通 我想不通 真的想不通 哎人家是竞争对手啊 你弄死弄死 我巴不得呀 我俩比赛跑步 你自己拿砖刀砸自己膝盖 我还拦着你 我巴不得你自己砸断嘛 是吧 然后我走着拿着移民 不就是这个逻辑吗 他是怎么混到 在推特上混到100多万粉丝 100多万粉丝 这种 这种智力 我觉得真的是可笑 这个逻辑一点可笑 哎 感谢大家听我过去